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事故车厢当中搜救出来 这名小孩大约两三岁 被救出来的时候基本上处于昏迷状态 被紧急送往了解放军118医院 这次发生事故的这两列动车终点站都是福州 因此乘客大多数为福建旅客 事故发生之后 记者前往收治伤员的温州康宁医院探视伤者 目前大半福建伤员已经陆续出院返乡 其余人员伤情稳定 这里是温州市的抗议医院 这是离事故现场最近的一家医院 因此大量病人在第一时间都在送到了这家医院 现在我手上拿到一份是温州市7月23号动车脱轨伤员名单 从这张单上可以看出 大部分的伤员都来自我们福建 我们医院昨天到现在总共接受医治当病院59名 其中大概三分之二是来自于福建 那么我们通过积极的拯救医治 那有些好的病人都已经陆续出院了 仍然在康宁医院接受治疗的20名伤员中 有15名来自福建 这些人中除了三名伤势较重 需要继续留院接受治疗外 其余的都是轻伤 铁道部党组24号还作出决定 对发生723永温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的 上海铁路局局长龙京 党委书记李嘉 三管公务电务的副局长何胜利 予以免职并进行调查 好的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台湾 关注一起航空故障意外 昨天上午台湾长荣航空公司 飞往澳门的BR8074班机在起飞的时候 疑似因为引擎冒烟 火警信号灯亮起 紧急情况之下 飞机划回停机坪之后 启动逃生梯 152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顺利疏散 不过可能是因为一时太过紧张 15名乘客划下逃生梯的时候被擦伤 旅客一个见一个划下救生法 这不是航空公司的防灾演练 而是紧急疏散飞机乘客的实况 乘客惊魂未定 沿见自己座位旁的引擎冒黑烟 已经冲快要起飞了 然后就紧急刹车 已经冲快要起飞了 对对对对 很严重 很严重对啊 我们全部都吓一跳 园令周日从桃园机场飞往澳门的 长荣BR807班机 上午9点10分在跑道滑行时 机长发现引擎灯号凸现异常讯号 紧急刹车返回停机坪检查 地勤人员目视 发现一号引擎有冒音的现象 机长下令紧急疏散机上的旅客 随后空姐开启两具紧急救生罚 疏散机上的152名旅客 因为没有碰过这种紧急状况 民众也慌了手脚 在滑下逃生罚的过程中 有15名旅客受到了擦伤 太邪了 我们下来没有人接 所以就撞到地面 撞到地面 都只这样子 拉伤撞伤 然后穿裙子 整个都 那么就没人全部都透过 航空公司发送200元 红包和午餐安护旅客 飞往澳门的班机也在2点45分起飞 152名旅客全都上机 照原定的行程走 这场机上逃生也为这趟旅行 多了一笔惊魂祭 这次长荣的乘客在滑下逃生梯时受伤 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慌乱之中滑下逃生梯 但是呢 空乘人员不能及时的在地面接应 另外还有一些乘客采用的逃生姿势 不正确才会受伤 有专业人士就表示 其实呢 大家如果遇到紧急情况 要使用逃生梯的时候 应该记住一个口诀 跳坐滑 这样就能安全的逃生 飞机爆炸还伴随着熊熊火焰 吓得飞机上的乘客 跳下逃生罚逃命 这是2007年发生在日本纳巴的备案意外 当时靠着逃生罚迅速的疏散了乘客 而长荣周日这架班机也启动了逃生罚 不过却不是在跑道上启动 而是返回了停机坪之后 例情发现一号引擎的确冒烟 才紧急启动了当时已经靠近的空桥 不过根据统计 飞机起货 旅客逃生的时间只有两分钟 而逃生罚从弹开到充气完成 只需要五秒钟 比起打开舱门 通知塔台架空桥至少五分钟 省下了不少时间 但是还是有民众有怨言 我第一个下去就没有人接 到第六个的话才有人在旁边来接 那那边有两个逃生门 那空姐已经打开了一个 然后我就顺势再把另外一个打开 有民众嫌空姐的动作不够快 自己帮忙打开逃生门 还有人质疑为何空姐没在下方接人 因为使用逃生罚反而造成了15名乘客受伤 除了一开始几名乘客 没有空服员在逃生罚下面接应 因为主要原因就出在乘客不知道滑下逃生罚的正确姿势 整个人躺平双手上扬往下滑 有的人将手放在逃生罚上一路往下摸 摩擦力可能导致受伤 溜逃生罚其实有跳坐滑三自觉 应该要穿平底鞋接着跳上滑梯 高举双手往下溜 逃生罚怎么使用 机上的影片在飞机起飞前都会提醒乘客详阅手册 旅客如果多用点心翻阅也许能够减低伤害 这些紧急逃生的知识大家一定要牢记 如果哪天碰上了突发状况就可以及时的应变 最大程度的保障我们的人身安全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台湾的政坛 备战2012年的明代选举 亲民党准备打出文化牌 根据台湾媒体报道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目前正在积极的挑兵选将 希望台湾知名的作家张晓峰 能够担任亲民党不分区明代首席 同样是大师级的作家李敖 渴望位列第二 机身不分区安全名单 近日宋楚瑜当面恳请作家张晓峰 出马担任亲民党首席不分区明代 让张晓峰陷入两难 觉得很恐怖 因为真的是丛林里头的小白兔已经够可怜了 老白兔就更可怜了 只会看到他们打架 如果打架的话我是没办法 宋楚瑜力劝张晓峰其实是有全盘考虑 因为亲民党评估站立后认为 张晓峰排名第一名 李敖第二 挤进安全名单没问题 也让宋楚瑜自身的不分区规划 随时保持机动性 打白兔我不觉得有什么票盘 我还是比较考虑我自己 就是我的余生 声音温柔 态度不疾不徐 率直的张晓峰说 未来只想照自己的方式过日子 会不会从作家变明代 七月底前是期限 张晓峰还在常考 作家张晓峰用恐怖两个字来形容台湾政坛的生态 不过呢 同样的环境对于陈水扁的儿子陈志忠来说 应该是游刃有余 在当选高雄市议员之后 陈志忠频频与深绿人士接触 想在岛内政坛站稳脚跟 上周末呢 他参加了一个独派团体的餐会 还和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坐在同一桌 不过呢 两个人只是礼貌性的握了握手 互动却很少 引发了外界不少的联想 行程跑了一整天 蔡英文来到募款餐会 不过同座主桌的 还有陈水扁儿子陈志忠 两人握手行礼如银 场面尴尬 两人互动也就到此而已 蔡英文一直和游锡坤说话 陈志忠也忙着跟太太黄瑞静摇耳朵 双方各进各的酒 蔡主席必谈是否鱼匾接歌 上台帮东道主募款的同时 也不忘帮民进党募款 小哥捐款了 大家观望百姓以外 是不是可以考虑 蔡英文也有这个需求 我在这个捐款的这个捐款单 而且几个星期一程 这个大家都可以带人分回去 比起去年收入35亿型台币的国民党 光是鼓励收入就高达近29亿 绿营说 民进党没那么多钱 只能靠民众捐款 好的我们稍作休息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台湾小姐选美初赛 入围加厉 创意造型抢镜 林新霞携处女座 现身香港书展 与粉丝分享协作心得 男女老少齐上阵 552人挑战台湾 集体倒立新纪录 下期内容 好的广告之后 欢迎继续回到东南卫视海峡舞报 这节新闻呢 我们来说说和美丽有关的话题 一年一度的台湾小姐选美 今年是吸引了将近100人报名 15位嘉丽入围初赛 昨天这批选手首次是集体亮相 他们当中呢 有学生 有老师 还有的是顶着博士生的头衔 想要从这么多亮眼的美女当中脱颖而出 吸引到评审的目光 真的是要在造型上下一番功夫 所以呢 嘉丽们每个人都是绞尽脑汁 大胆的发挥自己的创意 透明黑色薄纱 其实是窗帘布 胸前还用彩色吸管装饰 23岁女大学生发挥创意 切合环保议题 另外有两位参赛者 不约而同选择中国风 改良是旗袍 背部全裸 秀出优美身材曲线 或从中间结一半 造型像国标舞衣 又像比基尼 每位家里自选两套造型 最后换上晚宴礼服 轮流用中英文自我介绍 朱雪妮曾经参加关岛小姐选美 对类似场合不陌生 表现落落大方 第六届台湾小姐选美 近百人报名 初赛选出15名嘉丽 年纪最轻19岁 最高学历有博士生 职业种类含瓜学生 服务业 游泳教练 英文家教 还有老师 那我目前是小提琴老师 也在各大饭店中做演出 那我有非常好的经验 嘉丽门展现最完美的一面 议员选美梦 出赛结束后 将到高雄举行复赛 最后挑出前五名 冠军奖金15万 亚军5万 能够在众人欣赏的目光当中 尽情地展现出自己的美丽 应该是很多女孩 都非常向往的事情 不过呢 却有一位大家公认的大美女说 这样太累了 这个人是谁呢 她就是林青霞 林青霞带着自己的散文处女 做窗里窗外 出席香港书展 面对热情的粉丝 林青霞对大家说 现在不要光叫她大美人 因为现在她是一个作家了 林青霞 作家 那怎么 你要再叫我大美人 做美人很累 也不要叫我大明星 我现在只是作家 作家 作家 以后林青霞一头利落短发 搭配黑色的丝纸洋装 素小大方的装扮 出席香港书展 为新作品 窗里窗外做宣传 五十六岁的她 保养得宜 看来居心风采依旧 吸引了近千名粉丝 跟媒体挤爆会场 首次以作家的身份亮相 跟大家分享写作心得 今天我在这边 不是演细的 林青霞的出现 是一个作家的 身份出现 我现在在这里 我也觉得在梦中 因为我不想看 虽然第一本书才刚问世 但已经在构思第二本书了 而在同个场合里 除了有大明星 林青霞外 还有一群穿着性感的 年轻女模 也来替写真集做宣传 因为我们穿的是 很想装 一个就是 蜜蜂 蜜蜂丝比较有 会很团结啊 虽然以后举手 投足间 魅力依旧 但宅男们眼中 似乎只有 暴如女模 书展上 性感写真集的销售量 每天大约是五千本起跳 硬是比林青霞的 日销千本 还多了快要五倍 一边是年轻辣妹 一边是资深隐心 也被媒体拿来互相比较 虽然宅男们似乎不太买单 但是林青霞的知性 跟手女魅力 依旧是许多人 心中永远的女神 这次的香港书展 还有一个人也是媒体追逐的对象 他就是话题多多的李敖 他的一场演讲就吸引了上千名书迷到场 依旧是魅力惊人 有媒体问李敖对美女的看法 他说呢 自己已经不适合再回答这样的问题 就像琼瑶不宜再写爱情小说 还有人问李敖 这几年呢 他的批评的力道似乎是变小了 李敖回答说 主要是没有舞台 如今他改在微博上开骂 微博是一个新的传播工具 他比较好胜 所以要抢这个工具 好的 再带您来看一场非常有意思的集体倒立活动 台北华山艺文特区 昨天召集了552人一起做倒立的动作 每个人只要支撑15秒就算成功了 最小一岁6个月 最年长65岁的民众都前来参加 3 2 1 倒立 台湾第一次 说要号召千人一起来倒立 时间延续15秒 没有不可能 挑战不可能 高手区里还有外星人参加倒立 呈现人体完美线条的瑜伽倒立 更厉害的来个倒立劈腿 1 2 3 倒立倒到东倒西歪也没关系 团结力量大 倒立也可以扶你一把 远从宜兰托儿所的小朋友也来倒立 大家好像天生软骨弓 还能一边说话 可以倒立多久 呃一分钟 以后可以倒立醉叫了 好不然 还有刚会走路的 会不会累 累 好玩吗 好玩 我还要跟他玩一句 小小朋友也觉得倒立新鲜 练了18年的杂技了 老师你最久可以多久 小时候小时候90分钟 90分钟 因为我们老师是用这个来处罚 我们的 天生会倒立 13岁决定倒立自拍全世界 倒立倒到初书办过摄影展 难得画面当然也要拍下来 高手高手高手 报名参加这场倒立活动 统计552人 远远不及1000人 没有破世界纪录 不过这番老少修丘道立景象 已经破台湾纪录 下面要看到的场面呢 是更加的热闹 昨天是农历6月24 是民间信奉的关圣帝君 也就是关公的生日 正巧呢又赶上是周末 台北行天宫被信众是挤爆了 一大早呢 就有超过万名的热情民众赶来 排队领关圣帝君的寿命 人群是密密麻麻 整整绕了行天宫两大圈 关圣帝君1851岁圣诞 秦天宫挤爆了 大门民众动弹不得 全为了排队领寿面 这位阿婆起了个大早 我定不来 是一哨 一哨是一哨 寿命一响一响往外搬 秦天宫准备十万份要发给信众 关圣帝君圣诞碰上了中修价值 秦天宫盛况空前 民众排队领寿面 我们可以看到 这尾巴几乎已经看不到镜头了 但你以为这里是起点吗 那你就错了 好不容易 我们终于看到了排队的起点 但实际上它已经蜿蜒了 好几圈 人潮到底多夸张 从高点往下看 人群密密麻麻 整整绕了行天宫 两大圈 人潮上万人 在这边排队 太热 啊是几点来 没有吃早餐 好像没吃啊 就会这样子啊 实在是热到爆 心中身体顶不住了 中暑加上血糖过低 救护车紧急救治 当店内香炉已经昏楼 火烧得旺 不过民众还是得吃早餐防中暑 否则寿命没领到 先进医院 好的 稍坐休息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两岸七年的沟通平台 海峡两岸辩论赛十周年 纪念大会在福州举行 奖声员秀过头 台湾艺高校招生表演 一晚失火 复古竞赛争奖金 民众挑战 宣纸捞鱼 下期内容稍坐上 好的广告之后 欢迎继续回到 东南卫视海峡舞报 昨天上午 第十届海峡两岸辩论赛 十周年纪念大会 在福建江夏学院龙中举行 会上还举行了 第十届海变赛的颁奖仪式 我们一起来关注 二十四日上午八点三十分 第十届海峡两岸辩论赛 十周年纪念大会隆重举行 中共福建省委常委 宣传部长唐国中 中国科协副主席 党组副书记程东宏等 出席大会并致辞 海变赛优秀辩首台湾代表 黄直中 大陆代表陈淑莹相继发言 海变赛创办于2002年 在海峡两岸引起广泛关注 已经成为有基础 有影响 有创新 有意义的对台青年交流交往的 特色品牌项目 本届海变赛 由福建省科学技术协会牵头 联合福建省教育交流协会 与台湾中华青年交流协会 共同举办 在大会上 还进行了本届海变赛的颁奖仪式 台湾政治大学 郑州大学 台湾成功大学 分火前三名 这段时间呢 正是各大院校忙着招生的时候 台湾也一样 这两天在台北就举办了一场以招生为主题的大学博览会 很多大学都是想尽的花招来吸引声援 展示学校的风采固然很好 可是表演过头的话可能就会造成大麻烦 台湾某学校的服装系招生表演现场就意外失火了 大学博览会上学生为招生卖力表演 不过前一天同有舞台却发生着火意外 24号下午 经过管理学院服装系的学生本来在舞台上表演走秀 但衣服却装有焰火道具 在表演过程中点燃仙女棒 整件衣服意外直接在台上烧了起来 火势一度相当大 北野学生干脆把整件衣服脱在地上甩 旁边学生甚至一紧张拿起红茶面火 然后这时候有另外一个同学去帮他用嘴去吹 想要吹息他 结果一直还是都没有办法 这时候同学发现不对 就把他人身上的衣服往下 那个学生并没有经过老师的告知 没有告知老师 老师没有同意 他就自行这样 由于博览会场地属于室内密闭空间 根据消防法的新规定 学生用火没经过申请已经违法 消防局结果通报也派人来现场搜证调查 准备开发 违反这个规定 我们可以处罚三万元以上 十五万元以下的一个罚款 他申请的项目是没有衣服的时装秀 已经没有衣服了 怎么可能还会有火 所以我们怎么样都想不到这个串联 主办单位表示 事前完全不知情学生用烟火表演 活动前又明文规定通知 只不过大学博览会 学生搬花招抢学生 过了头 差点引起火灾危险 却造成了反效果 台北市的民生东路聚集了很多家观赏雨水族馆 光是最近五年 店铺的数量就增加了三倍 为了让这一路段呢 形成专门的鱼店商圈 店家们特意是联手举办了一场 用纸捞鱼的比赛来吸引民众的关注 笑声音响大小朋友买一头猛捞 比比看谁是捞鱼大王 还真的不简单 因为就算用的是容易破的复古宣纸网 他也能一网双鱼 现场朋友都玩得不亦乐乎 不仅捞鱼连鱼都出场了 一旁小朋友卖力低头猛捞 但小鱼小鳖还有网子好像都不是很配合 大伙捞得满头大汗 但盆子里却是一人所获 一脸懊恼成绩怎么样全写在脸上了 旁边这位小弟还更有趣 一边说没办法 一边还跟老爸撒娇 请求支援 经过一分钟过去了 旁边小朋友的网子老早就破掉 但他的竟然还玩好五圈 我们手撕掉了啦 没关系啦 有没有很难捞 你刚刚有捞到几只吗 举办捞鱼比赛是因为台北市民权东吾的水族馆电数 五年内增加三倍 形成了观赏鱼商圈 举办捞鱼比赛就是要刺激满气 这两天呢 很多地方都是高温难耐 冷饮自然是成了最热门的消费品之一 想要把冷饮卖到火爆的程度 当然是离不开口味的创新 台湾屏东就有业者 以咸淡和花生粉为原料做成棒冰 这田中有咸的口感听起来呢 似乎是有些奇怪 但是很多人可是慕名前来购买 一天就能卖出上千根冰棍 看起来不起眼的冰棒却是大有玄机 因为咬下一口就会发现 居然吃到咸淡 有咸淡的味道 然后就是跟冰棒融合在一起 原来这是业者研发的咸淡冰棒 老板把咸淡和花生粉搅拌 放入调制好的糖水中 就能结冻做成冰棒 不要觉得奇怪 因为有些人可是对这种味道 念念不忘 所以 我从台南来买的 真的 真的 我们小时候那边就吃个港大的 对 像吃中秋月饼的感觉